平常呢 我们在装这个开关面盘的时候 遇到这个线盒子耳朵坏掉了 你看这个样子是装不上去的 怎么办呢 真的是很废老口 今天呢 我来教大家一个办法啊 你看 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个墙上给他打一个洞 就用这个样子 然后呢 再给他打上一个膨胀螺丝 把这个膨胀管给他打进去 好了 靠紧啊 靠紧这就ok了 然后呢 再剪一些这个pc管子 你以为这个样子就可以吗 不得行 我们要把它给夹扁 夹扁了 然后呢 再给他 上上这个螺丝啊 给他拱上丝 这就好了 来 大家仔细看我的这个操作哈 我那个技术店不太好 大家不要在乎我那个细节哟 你们看 就这样给他啊 转通 好的 咱们再把它给固定在墙上啊 固定在墙上 这就非常的ok了 你看 用手给他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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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领醒这就ok了 好的啊 然后呢 咱们再把这个面板呢 给他装上去啊 我们先上右边的啊 给他领形 然后呢 咱们再装这个左边的啊 把左边的也给他啊 就这样轻轻松松的就给他装好了 你说 嗯 然后呢 再给他装上这个面板 你们说这个东西要比较的 来不来是完爆美 还不来是你们说这个东西要比较的 哎 你看 扣上这个完完美美的 你看 通的一声 哎 完美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